我們運動員就是最不健康的 運動 只要你適當的運動 對身體都是好的 但是我們都是過度使用的 我的活動量已經沒有像之前這麼大 所以澱粉類 碳水化或的攝取 其實我也一直在控制它 那當然就是每天保持著運動 但是其實飲食上面來說 我們就是均衡 對身體的也都還算蠻注意的啦 就是其實我很早也都開始做 全身的健康檢查 然後就是固定一年兩年都會做 然後心臟的部分也都 我們都會都是一直持續的在追蹤 我覺得至少我們每年 或者是每兩年來去做一次 不管健康檢查也好 或是知道這些數據也好 你至少知道自己的一個 天下生活的一個 身體上的一個狀態 跟程度 level 到底在哪 你才會有所 不管是景地也好 不管是說了解也好 那你在生活上的一些編排跟飲食 還有生活作息 你都會有一個依據啦 假如說沒有這些工作的狀態的話 應該是說我早上 六點半或六點四時會起床 然後起來弄小孩的早餐 弄完之後把他們叫醒 七點半到七點四時可以出門 然後把他們送到學校去 回到家之後 我就吃一點早餐 然後我就讓我自己休息 休息超三十分鐘超十點 九點多十點 我就會開始 為運動做準備 所以我會做很多 比如說熱身啊滾筒啊 活動性生產的部分 完之後我就會開始 我的訓練大致上超十點到十二點 然後我就跟我來去吃中餐 那可能有時候 在中文的時候就會找一下朋友 那沒有的話就回到家 那有可能還會再做第二次的訓練 反正在休息的過程當中 我反而就是拿書翻一翻這樣 然後四點多去載小孩 回來家裡就開始跟小孩 戰鬥到差不多九點 那九點半左右我就可能 看看把一些 假如今天有遇到一些事情 回一下訊息 然後有E-mail 或者是有一些活動工作 可能有些題目要在想 絕大部分我們像週末假日安排 其實都是以小孩子為主 我希望更多時間去 除了我自己 以現在計劃的事情外 這應該是我人生當中 是一個很優先 然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管是他今天 他就算叫我坐在那邊 陪他發呆 其實我覺得OK 所以現在還是就是 確實還是 假如空閒時間 都是以家庭的一個狀況為主 在那個地方 就這樣說 你自己充滿了 得到了 我現在是有一個故事 在這兒 是最新鮮的錢